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需要戒备偶像的玷污和奸饮 戒食的疾死之物和血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决定相当重要 使教会真是向外邦人打开门户 使教会不是单单一个在犹太教里的教派 但这个圣神和我们的决定 不是到最后在这个时刻我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才决定 其实是圣神一直在引领教会 我们看看前面一点 在这个时序上 当耶稣离世升天的时候 其实已经要求门徒 要向外邦人传福音 你们要向天下所有的万物一切受造物传阳福音 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为他们受洗 所以当时已经包括外邦人 不过没有说清楚 然后中途大事录前面的几章有说 耶稣说你们要由耶路撒冷开始 然后去到撒马尼亚 去到罗马世界各地传阳福音 所以开始第一次在耶路撒冷 圣神降临的时候 三千人归衣 但借着一次受迫害 于是基督徒由耶路撒冷四散各处 特别去到撒马尼亚 但撒马尼亚在那里传福音 他们可以叫做半犹太人 但未算是外邦人 已经走出一步了 但再跟着 经过白多禄 天主就显了奇迹给他 在药培有些不洁的食物 他说 结症的你吃吧 于是他们后来就够胆 白多禄去了科尔乃略 在凯撒勒亚这位罗马的官长 为他们一家人后来拧了洗 白多禄是第一个接受外邦人进入教会 当时已经有人对他不满 但真正挑起这个问题的就是 保禄和巴尔纳伯 他们第一次的福传旅程 使得很多外邦人 归衣了新兴的宗教 新兴的教会 于是 那些早期归衣了的犹太人 他们就提出一个讨论 这个讨论究竟要不要受割损 我们回顾看到 圣神一直引领教会 使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大功的普世的教会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都鸿于圣神的领导 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 以至我们的团体 时尚战战竞竞 向圣神开放 怀着这份 体会天主慈爱的心 圣神和我们决定 《中途大使录》15章28节